国会公共账目委员会目前已经对防疫应用程式 Maisajatra的合约争议展开了两次听证会 如今正在研究各方证词和资料 以决定是否传召更多人共证 公账会主席黄家和因此促请政府 在真相水落石出之前不该草率做出决定 包括缴付庞大的使用费 同时呼吁国会下议院播出一天的时间 辩论这项重大课题 没有一个正式的合约来管制双方面的职任 当然当中最重要的就是包括在政府方面的责任 还有开发商KPISoftSandrian Berhad方面的责任 而在这方面当然同时也没有写下 也没有当时也没有决定下 政府在以后对这个Maisajatra的方程式 所需要缴纳的那个费用是由谁买单 而今天在霹雳州召开记者会时指出 公账会将在国会7月赴会的首个星期 将Maisajatra合约风波的调查报告 呈上国会下议院 他希望议长届时可以让全体朝野议员 至少有一天的时间进行辩论 将所有争议摊在阳光下接受检视 他也要求政府先等到完整的调查报告出炉 厘清相关费用的来龙去脉后 才做出下一步决定 以维护纳税人的血汗钱 请用算币 bars声